1. 字幕提供 你们是不是一样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呢 可是你们的车子是不是载不到这种户外运动的工具 是不是想找一辆可以满足你去的车子 今天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全新的Velos可以不满足这个需求 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不了解Veloz是什么车款 但是我讲到另外一款车大家应该就很熟悉 就是Avanza 没有错啦 其实Veloz就是Avanza的延伸车型 其实在早两代的Avanza呢 它们主打的是商用化或者是承重能力 因为在一些市场呢 它们是把这个Avanza当作这种生活工具来使用 或者是做生意的工具来使用 可是到了这个第三代的Avanza或者是Veloz呢 它们就更改成了这个前轮驱动平台 主打的是一个更为协议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更为舒适的家庭车特性 所以这台Veloz呢跟以前的Avanza是完全不同的 你可以看到外观设计的部分 原厂这一次真的是很用心在设计啦 它完全不像是一款售价不到10万令吉的车型 全LED的头灯组还有前面这个水箱护罩 看起来都让它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为了凸显这种户外活动的需求呢 在这边它采用了很多防刮材质 所以就算你真的去那些比较通过性差的地方 例如讲可能是森林什么啦 这边的防刮材质都可以保护车 不会滑 而且这辆车的离地高度达到了190mm 也就是说它的通过性是OK的 甘邦地方或者是你真的要去这个比较森林一点的地方 做的户外活动或者是你要骑脚车等等等等 它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在这个尾灯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Veloz的尾灯是非常好看的 它采用了这种时下很流行的连贯式3D LED尾灯 所以看起来它整个质感呢真的是非常的高级 而且重点是它不只是好看而已 而且它非常的实用 你打开这个尾箱过后你可以看到 你把所有的这个座椅倒平 它的空间表现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不管是你像我这样子你要骑脚车把脚车放进去 还是你跟你的朋友去野餐 你要放那种冰箱啊等等放进去 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是你跟你的女朋友去海边看星星 这里铺一张床之后 你们就可以在这边 一边躺着一边看星星 甚至在海边过一个非常休闲的weekend 都没有问题 当然Veloz的这个空间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可是它还是有Spray Daya Spray Daya就在这边 你打开了这个 然后转开这个螺丝 就可以取出它的Spray Daya 它的Spray Daya在下面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路上你爆胎的话 根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啦 这个车侧是我最喜欢Veloz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真的觉得它很好看 首先上面这边有这个行李架啦 这个是肯定的给你载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然后它采用双色的车身设计 黑色蓝色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镀铬的材质 整体的视觉效果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的轮圈也放大变成了17寸 所以整个的视觉效果呢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辆MPV啦 它比较像一辆Cross-Over 确实然后加上它这个190mm的高度 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的话呢 这辆车真的很符合你的需求 而除了主打户外活动之外呢 它的科技感受其实也不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科技感受怎么样 你坐进来Veloz的内装呢 你会感觉到其实Toyota就是想要主打一个有质感 然后豪华的内装设计给消费者 这个白色的地方呢其实是软质的皮革来的 而且这边还有个Veloz的名牌凸显了它的质感 这边有自备价啦 然后这边同样的也是这一个皮革的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的前方有一个无线充电机座 只要你的手机支援无线充电放下去就可以充电了 然后自然也有这个电子手刹车跟Auto Hold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凹槽吗 这个凹槽其实是氛围灯设计来的 在这边还有两边的门板都有这个氛围灯 看起来的效果真的是很好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中央的这个9寸的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呢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重点是它是无线的 在马来西亚市场呢10万块以下的车子 你要找到无线CarPlay基本上是没有 只有Veloz有而已 而且这个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它的诚意 因为你去买另外一个豪华品牌的车款呢 你还要给多一个1299它才有给你CarPlay啦 但是这一个给你而且是无线的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很科技化的配备就是这个数位化仪表 这个数位化仪表看起来的显示效果还不错 然后讲真的其实它只有一半是数位化仪表 我觉得整体的试解效果很清晰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它包含了完整的Toyota Safety Sense 像是这个自动紧急刹车前方撞击抑紧车道维持系统 然后这个车车盲点侦测等等它都有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版本是印尼泰国版本都没有的功能 就是主动是定速巡航而且带stop and go 这个版本是马来西亚独家 所以可以讲马来西亚版本的Veloz是配备最强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支援这个 360度的摄像头 可以看到这360度的摄像头同样的在这样子的价位车款里面 好像真的只有Toyota的车款会给到啦 而且这个显示效果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子的价格有这个360度的镜头吗 虽然我知道Veloz也有 然后这个Yaris也有 但是这一个Veloz呢 它有这个功能真的是会方便很多 因为这辆车比较大嘛 日系车在东南亚有优势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呢 他们会做一些本土化的工作啊 例如讲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因为他们知道东南亚其实是比较热的 所以有这个后座的独立冷气出风口呢 可以让后座的乘客不会热死 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功能 你想一下如果你一家人出门的话 有这个东西是不是后面的人就不会吵了 而且呢这个杯架真的是每个人一个 左右两边的座椅都有杯架 然后中间这边还有一个杯架 而且开起来还很方便 只是这个声音有点吵 不过没有问题主要是方便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USB 后面的乘客可以为手机进行充电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啊 然后这个座椅的部分 其实这个座椅可以前后滑椅啦 因为它后面是有一个第三排座椅的 可以前后滑椅 然后如果后面没有坐人的话 你椅到最后你的脚步空间会很出色 然后这个椅垫的支撑其实还好 但是椅背的支撑可能就差了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是我坐在后座的这个空间表现 基本上它cover完我的这个背部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是中规中矩 但是它的空间性真的是不错 作为一辆小型的七人座车型啊 我觉得这样的空间表现应该是合理的 你怎样看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OK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全新一代 Veloz的这个驾驶感受 就是这辆车 你要把它当成一台家庭车 7-seater来驾 你就对它不会有任何的抱怨了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底盘 这个底盘对比上一代这个 semi-lander frame的后轮驱动Avanza 真的是好太多了 尤其是这个舒适性的部分 这台车我真正可以感觉到它是一台家庭车 老实讲Avanza我觉得它像货车比较多一点啊 因为这台车是一个前轮驱动的平台 所以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并不会被这个传动轴吃掉太多 而且因为它是更换了全新的车车车身设计 所以底盘的刚性也提升很多 它在对于这种你看来这种黄色的这种 减速带还有这种bump的时候 它吸收这个睡震是吸收到非常干净的 这一点会提升车子的舒适性 而且其实这几天我也是有坐下后面来体验这辆车的后座舒适性 真的是不错的 所以你只能有这个载人载务的需求 Veloz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来讲的就是这个 Powertrain 这个 Powertrain 跟上一代的Avanza 其实都是一样的 1.5 公升多VTi 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04hp 风制扭力表现138Nm 你看这样子的数据是没有很出色 当然它开起来确实也没有到很出色啦 但是它的变速箱从祖传的这个4AT 变成了7速的CVT变速箱 所以其实动力衔接的部分还蛮流畅的 市区驾驶是很轻松的 我觉得这辆车整体的packaging 它的整个配套加起来 就是一台很Toyota的车 就是讲你要从Point A 去Point B 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非常容易的上手 然后油耗表现又不错 重点是开起来整个感觉就是有点随情所欲啦 我是觉得如果讲作为一台家庭车 我们要去要求它的handling很好 是没有的 这台车的handling确实没有到很好 就是一台很普通的Toyota 不像之前那种一些车款 会给我们那么很impress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家庭车开起来不应该就是这样子嘛 而且讲真的 因为它这个离地高度是比较高一点 它大概是190mm 例如讲你去Campon的地方 然后你去海边 然后你去这种郊外野餐等等啊 你就需要这个比较好的通过性 可是同样的也会让这款车的操控表现受到影响 这个是要做一点取舍啦 所以我觉得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一台家庭车 一台载满人的车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安全性 它的安全配备是真的很丰富 基本上你可以想到的它都有的 像是那种ACC 然后像是这个车道维持系统 车测盲点侦测360度镜头全部都有 它给你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packaging 而且我讲真的 它的这个360度镜头真的是很实用 因为有时候就好像你在转弯的时候 你在靠近那种比较侧面的时候 它的镜头会自动切换到那个角度 给你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碰撞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诚意的东西 对于一些家庭主妇来讲 可能他们的驾驶技术不像我们这样子 他们对于parking会有一点点恐惧 所以这个功能确实可以帮助到他们 更好的parking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这辆车我要讲缺点的话 缺点我觉得可能是隔音还有再加强一点点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手感需要加强一点点而已啦 整体而言我还是满意这台车的 这些影片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这辆车比较实用跟比较有科技感的地方 因为这辆车发布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对这辆车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们要带出来一个细节就是 其实这辆车针对了很多用户需求去进行优化 例如说它的大空间表现 例如说它的安全配备 然后例如说它的科技感等等 其实这几年UNW Toyota 在马来西亚的车款呢 是非常的有诚意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车款 配备都是东南亚其他国中家用最强的 例如讲这个Veloz呢 印尼版跟泰国版是没有ACC的哦 我们有 然后他们也没有这个Veloz CarPlay哦 我们有 所以呢可以看出这辆车主打的 真的是这种配备跟这个诚意所在啦 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配备 所以在驾驶感受部分 一款7人座的车型 你真的是不可以要求它有太多的这个驾驶感受啦 老实讲这辆车真的是给你到Point Air to Baby 或者是一些债务的需求 它非常的好用 但是如果你要讲究这个驾驶乐趣的话 它没有 不过这样子的Toyota才是我们熟悉的Toyota不是咩 没有个性就是它的个性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上手这辆车 所以你问我这辆车9万5千块值不值得 自己去试驾一下 看一下它的配备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实用性 你自己的心里就会有答案 我跟你讲值不值得是没有用的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喜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